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今天是农历春节 十天假期后的第三个上班日 第三天了 所以如果你很难熬 应该昨天前天都熬过了 今天开始要进入正常了 那我们的制作团队真的很体贴 就是放十天假真的蛮棒的 所以再回来上班 应该工作压力 职场压力就突然间会暴增 因为突然间很松懈 在家都懒懒的吃好睡好 所以现在回来职场就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这一周就很贴心的 让大家wom up一下 所以就选了一个比较偏向个人管理 非常应景的题目 就是如何面对突然间来的这么多的压力 那产生很多情绪的焦虑等等 那所以这一周的主题呢 就是在如何管理你的压力 或者是管理你的焦虑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也要推荐给各位听众 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的开始 所以4月15号 5月13号 6月17号 这三天都是礼拜六 欢迎各位听众可以来报名参加 哈佛商业评论的招牌课程 个案教学 领导者学程 这是训练决策思维的最好的方法 那么个案教学呢 是哈佛大学商学院 最享誉国际的一种教学方式 到现在呢 哈佛大学商学院采用这种教学方式 已经102年了 去年是101年 今年102年了 那么哈佛商业评论呢 就是哈佛商学院出版的 所以每一期呢 我们上面都会有一篇个案研究 大概从两年前开始 我们就跟国内的各大专院校 可以写个案 可以教个案的非常优秀的老师们合作 来帮我们的读者开个案教学的课程 那绝对是呢 在台湾很少见的一种学习的方式 那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呢 一个硕士生呢 他毕业前呢 你必须要读满500个个案 是毕业生的公认 对他们一生的帮助最大 最让他们受用无穷的一种学习的方式 所以在这里呢 特别推荐给我们哈佛商学评论的 哈帕的听众们 欢迎你来报名 我们的第八期的课程 现在已经进入第八期的 请到说明栏点击连结 可以参加我们的课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要跟各位听众 再分享一个讯息 就是说 我们呢从这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进入了401集哦 就是我们已经开台到现在已经经过400集了 那么这401集开始呢 我们最近呢 也有一个新的创举 我们Podcast 就是我们从开展 就2021年的7月开台以来呢 我们其实是一周一个主题哦 那像我们这一周就是管理焦虑嘛 怎么管理压力 那有的时候是谈怎么做个人品牌啦 怎么应付拖延症啊 等等一周一主题 那么有一些听友也给我们反映说 虽然是一周一主题 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眉目 栏目呢 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从最近呢 也开始了 我们一周一主题之前呢 也会把它很清楚的谈说 我这一周谈的是领导 还是谈的是永续 还是谈的是趋势 谈的是人才 谈的是指癌 或者是策略 创新 健康 那每一个栏目之下呢 其实上都有蛮多的相关的议题 像我们这一次谈心理健康啊 怎么管理压力 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健康类的议题 那么有时候谈怎么交棒啊 怎么接班啊 怎么永续经营啊 那就是属于永续的问题或ESG 所以每一个栏目底下 其实都可以对应很多很多的子题啊 所以我们从最新呢 也有这一个新的创举 就是把HBR内容在做比较有系统的归类 一共有八个栏目 所以以后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你也可以更清楚说 哇 今天这个主题是属于HBR的哪一个栏目 让各位听众呢 在吸收起来也会更清晰啦 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呢 在这个节目上所做的一些创新 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多多的理解 最后还是在提醒哦 就是你还是要多多留言给我们 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啊 或者是渴望啊 或者想要跟我们沟通互动啊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啊 我们一定会在节目中跟各位做分享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如何管理你工作上的焦虑压力 那么今天的这篇文章呢 标题蛮有趣的 叫你是否对工作用情太深 我们对工作用情太深 你有吗 是不是在讲你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梅洛蒂怀丁 他是一个高阶主管教练 事实上哈佛商务评论上 有很多文章都是属于高阶主管教练所写的 因为他们就是长期辅导 很多企业的中高阶主管 观察了很多职场上的一些成功人士 或者是失败人士的一些经验 那么萃取出他们对一些职场 或者是身心健康 或者是相关议题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篇文章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想他写的呢 这个个案呢 有可能也是在谈你 那这一开始是写说 他有一个客户呢 他把他取名叫Louis 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 而他的工作也的确是很负挑战 常常有很多新鲜的事情会发生 而且报酬呢 就薪资也还不错 但是呢 有出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他好像对工作 又投注了太多的感情 以至于开始影响他的个人的生活 甚至影响他对一些事情的判断 那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这样的拼命三郎 通常我们会讲这种人 就是工作狂 那这边又举一个例子 就说这个Louis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礼拜五的下午了 你马上要weekend了嘛 那他的上司呢 就临时召开了一场会议 盘点某一些专案的进度 那么当然了很多案子 delay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呢他就讨论说 哎为什么这个案子落后啊 那个案子落后啊 那其实很多案子delay 也不是Louis造成 可是他是专案的 比如说比较主要的负责人 所以他就觉得说 要把进度赶上 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他整个周末都在加班 不眠不休 牺牲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牺牲了个人的休闲时间 那通常到礼拜一来呢 进度已经赶上了 因为他牺牲了六日嘛 那这样的情况就常常在发生 发生在Louis身上 那么Louis呢 因为这样的努力啊 拼命 他当然的工作的报酬 以及他的升迁啊 他的成就感当然是很高了 但是这篇文章也提出提醒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偶尔或许可以 但如果是发生的频率太高的话 或许真的就会影响到 他个人的私生活 或者是影响到 他的一些身心的健康啊 所以呢 这个也必须要重视这样的问题 虽然动力啊 跟热情会趋势一个人 努力的工作带来高绩效 所以带来的工作成就感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对工作用情太深 深到好像只剩下工作的话 也会让一个人筋疲力竭 总有弹簧一直拉一直拉 总是会有崩太紧就断掉 负担无比沉重嘛 所以呢 这篇文章就在提醒说 你会不会这样呢 你会不会对工作投入太多感情呢 所以呢 他这边有提出一些建言 跟一些迹象 说如果出现这些现象呢 事实上你可能就是对工作投入太多了 出现哪些现象呢 我接下来会说 所以你要仔细听 看看你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那你有可能 也跟这篇文章所写的 路易斯一样 就是对工作投入太多的感情 事实上 你必须要小心这个问题 一旦出现一些迹象的话 你就要开始适度的做一些调整 适度的做一些抽身 虽然短期 你可能会达到高绩效 高报酬 可是你可能就不永续 就是我们谈这个身心理的健康 或者是一个人的挚爱 也是必须要永续 你又不是只工作五年 只工作十年 你可能未来又长寿 搞不好你要工作到最后一刻 所以你还是要有这种永续的精神 所以如果出现这些迹象 可能你就是对工作投入太深 你要小心 是哪些迹象呢 第一个呢 如果你在办公室觉得 听到一些批评 都是冲着你而来 这就是一个迹象 你对工作投入太多 你太care了 那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直接去回想 你的办公室 可能就有这样的同事 那他是什么样感觉 说所有的批评 从我自己而来 比如说他听到上司 评论一件事情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听听 就觉得实在对他发表不满意 那你可能就会开始 有负面能量就出来 觉得说上司不重用我 上司觉得我不够好 上司觉得自己不再重要 或者是说 同事可能对某些事情 有意见 你就会想说 这些意见 这些批评 都是冲着我而来的 他对我有意见 他对我有成见 所以你就耿耿于怀 那同事 如果没有在同事一个专案的话 或许我们就不互动了 我就跟他避免往来 所以你就有心结 或者是说别人 别的部门 或别的同事 或别的主管 对你所负责的专案 有一些意见 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 那是不是我不够优秀 是不是他对我也有成见 是不是他们都不满意 是不是我在自己 就没有未来了 所以你就会听到一些批评 就觉得人家是冲着你而来 人家是对你不满 人家对你的工作效率不满 甚至对这个人不满 你就会总是往这方面去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迹象 以上这样说的时候 你也就听一下说 你会不会这样 如果你有这样的话 表示你也可能就是 对工作用情太深了 事实上很多事情 跟人家可能不是在讲你 可是你就会往那方面去想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当然最好 那你也同时回想一下 想一下说 你的办公室啊 你的同事 有没有这样的人 事实上我的办公室 我也发现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真的会 对一点点批评 就会开始想说 人家是在讲我 人家对我不满 我在这里就没有未来了 我可能会被第一个 之前等等 就往那方面去想 所以这个呢 会这样子想 为什么说他这是叫 对工作用情太深呢 因为他就是太care了嘛 当然啦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也不要人家在批评你 你都听不出来 这也是另外一个毛病 就是人家可能没有直讲 只是暗示 你也要听得出来 所以这个分寸的拿捏 还蛮重要的 那这里呢 也有建议 有一个工具 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说 你如果是要评量 要客观 对别人的批评 你要客观 理性一点的话 还是有一个方法 不要 take it personal 你不要老是觉得 人家讲话 就针对你个人 那怎么做呢 他就说 拿一张白纸 画出四个栏位 比如说 第一栏写出 刚刚开会上司 或者是同事 或其他人说了些什么 就是对批评的地方 那么第二栏就写说 这些批评的地方 你认不认同 他到底讲的对不对 不是别人讲的都是圣经吗 不是别人讲的都一定是对 他可能也有他的观点吗 你可以写一写 写下来 你觉得这些批评 有哪些不够精准的地方 有哪些盲点 别人的批评 可能也有他不了解的地方 那你可能后续 再回去做沟通吗 那么第三栏呢 就是说那别人的批评 又有哪些是 很实在很到位 如果我们改进的话 会对自己有帮助的 所以第一栏就是 别人批评什么 第二栏就是 别人的批评有哪些 不精确不精准的地方 第三栏就写 别人的批评 有哪些是真的 可以采用的地方 可以帮助自己改进的地方 那么第四栏就写下说 那我可以采取什么动作 针对别人的批评 让自己可以改进 可以做得更好 具体的行动 可以做哪些事情 所以一二三四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 很理性的方法 来针对别人的批评 做很理性的分析 然后做更正 就是确实的改进 我们的缺点 所以以上这样的方法 是对自己比较健康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别人的 讲的五四三 或任何意见都当作 是针对你个人 这真的太痛苦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工作老师跟着你回家 阴魂不散 我必须承认我是这样 工作老师跟着我回家 所以我也要改进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意思说 我们每天回家 可能还是要设定 开机跟关机模式 就是你每天睡觉 也会有闹钟叫你起床 那你回家 可能也要一个闹钟 叫你要关机 所以你可能要设定自己 什么时候呢 就是要关机 反正工作做不完 明天再来 所以偶尔工作跟着你回家 OK 但是工作总是跟着你回家 那这就是第二个警讯 就是你对工作投入太多 那么第三个 对工作投入用情太深的 表现的迹象是 你总是在讨好别人 这跟第一项 谈说 老师觉得所有的批评 都是冲着你而来 有一曲相关 一曲同工 一体两面 因为你老是觉得 别人在批评你 所以你很在乎别人的观点 所以你就会 老是要去讨好别人 让人家觉得 你认为讨好别人 他就会对你满意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你讨好别人 别人就会对你满意 所以到最后 人家就会觉得 你没什么逐渐 你是墙头巢 你把别人的需求 老是放在自己的前面 事实上对自己 也是不健康的 所以应该还是要回到 就是论事 建设性的批评 那你只要把自己的 身心的状况 弄得很健康 你也其实可以 很有哑量 接受别人的意见 你也可以很大胆 很放心的 讲出你个人的意见 不是老是在讨好别人 你会想说 这个人喜欢这个 我就给他那个 那个人喜欢这个 我就给他那个 事实上到最后 你可能就变成一个 没有原则的人 也会变成 大家更讨厌的人 所以你老是想要讨好别人 可能就是 别人会更讨厌你 所以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如果你也出现 第三个迹象 你老是害怕得罪 你老是在讨好别人 那也是你对工作 用情太深的一种表现 那么第四个迹象 就是说你的头衔 你的哪一家公司 什么职位 成为你唯一的身份认同 这是第四个迹象 就是你对工作用情太深 换句话说 你除了工作之外 没有其他的自我的概念 自我的认知 个人的兴趣也好 就是你一离开这个工作 一没有这个名片 你就失去了你自己 那这是第四个 你可能对工作用情太深的 这个表现 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 头衔变成你唯一的身份认同 当然就是你的生活 只剩下工作 当然你一旦 万一有一天你失业了 你的自我价值 也就会随之消失 你就觉得 我存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因为那个工作 那个头衔 那个身份给我认同 那我一离开这个职位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这样退休怎么办呢 离职怎么办呢 失业怎么办呢 你就出现毛病了 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 有多重的身份认同 还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你可能要分开 在上班的时候 这是我的头衔 下班之后 我变成什么头衔 或者我会做哪些事情 也会很高兴 也会很快乐 也是一种自我的实现 你必须要找到下班之后 自我实现的一些方法 那才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人生 所以以上的这几点 其实有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工作 是你做的事 不等于就是你这个人 然后整体而言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 所以我们农历春节过后 会来拼工作 但是我们的人生 不是只有工作 所以我们在工作以外 还是要培养自己 其他离开这个职场 离开这个角色之后的 个人的身份认同 个人的喜好 然后不要老是care 别人怎么看你 我老是care 会不会去得罪人 要让自己比较健康一点 也是我们处理个人的压力 工作压力的最好的方法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不要对工作用情太深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